诈骗集团成员自豪赚得比总统多 警员手拿大狼头合力扳开铁门 但里面还有一道铁门 警员在狠狠把铁门撬开 大批警员破门而入 12名诈骗集团成员当场被压制在地 检警昨天在高雄的董大楼 破获专门诈骗大陆民众的诈骗集团 主席陈彦龙伙同大陆共犯 依假检察官冻结账户方式 指示民众把钱贿赂指定的大陆银行 要他赶快把账户里面的金额 放到他们提供的一个国家的安全账户里面 然后他会帮他们做助理 再利用YMAX连接大陆网络银行 操作网络转账 把转账在警员中内完成 你要去拦截都拦截不到 把大陆银行账款转汇到台湾 再叫车手拿大陆人头账户的提款卡领钱 每天诈骗约台币720万 被害民众最少上百人 获利金额至少上亿台币 警方发现他们为赚大钱 在屋内供奉金基 还有成员在笔记本写下 要跟女友一起富裕一辈子 30天要赚60万台币 甚至有人私下透露 月薪六七十万 赚得比总统和真检察官还多 警方昨天讯后 以诈欺罪嫌将12人移送法办 动新闻高雄报导 export 原来是 ching 普通 骗